作者 旺语 由丧子为您播讲 咱们接着说凡人修仙传第661集 就在前不久 玄青子受到一枚信函欲见 里面竟然有些关于此封印的信息 让这老道士看了之后心中大惊啊 对先前放钱老摩等人进入之事 不禁大为后悔 此刻自然越发不敢放弃他修仕进入裂缝了 否则呀 这么多的修仕闯进去 非得惹出事端来 万一把封印的那位给放出来 这人界又有谁是敌手啊 况且里面竟然还有通天灵宝这等宝物 自然是更不能让与旁人了 玄青子心中这么想着 干咳了几声 正想说些什么 安抚下眼前两人 一个冷冷的声音 却摇摇地传来 怎么 我们天魔宗和太医门 不准几位进去 几位道友 是否就打算硬闯啊 这话声一传来 罗姓老者面色微变 接着从远处一道乌光飞射而来 转眼间到了几位面前 光芒一脸 一位浑身皂袍 阴沟鼻子的中年文士 出现而来 此人方一现身 目光往罗姓长老 和那绿雾中的修士一扫啊 眉宇之间 买是阴历之色 罗姓老者顿时认出了文士 啊 奇妙真人 这倒不是说 这位奇妙真人的神通远超 挡住他们的玄清子 而是身为天魔宗 执法长老的文士 对敌手段异常残酷狠辣 那是大进赫赫有名的 魔道俱效啊 即使是罗姓老者 这样的原因 中期修士 也绝不愿意触怒对方的 这罗姓老者打了个哈哈 奇妙倒有说笑了 既然贵宗和太医门 都在此 那么看来现在裂缝 的确有些凶险 老夫耽搁几日 也是无所谓的 哼 绿雾中那个修士 也一语不发的 往回反走 但附近其他修士啊 见正魔第一大宗 竟联手起来的样子 却一阵的骚动 啊 现在就是再白痴的人 也知道了 这封印之后的东西啊 绝对是非同小可 否则 这两大宗门 怎么会做出 这种强硬的姿态来呢 不过迫于两宗联手的 强大势力 散修和小宗门的修士 是敢怒不敢言的样子 而那些稍大些的宗门的修士呢 也不愿意轻易做这个出头鸟 这时候又从远处 来了七八名天魔宗的修士 那竟是清一色的 元英七的魔修啊 他们一到此地 二话不说 纷纷掏出阵盘阵旗 眨眼之间 布置出了一座静置大镇 幻化出浓浓的白雾 把这裂缝入口 完全遮掩住了 玄清子和七妙真人等人 竟转身进入法镇 不见了踪影 这一下 附近那些原本还想看看 是否有便宜可占的 大小宗门修士 不禁面面相去起来 玄清子进入阵法中 轻吐一口气 脚步一停 忽然对七妙真人 微微一笑 哈哈哈哈 七妙兄 你来的可比频道 预料得快得多呀 不过也幸亏如此 否则频道还真无法 镇住那些同道中人 也只有道友这般 声名赫赫之人 才能让他们大为敬畏啊 哼哼哼 倒有事想说 在下凶名在外吧 中年文士听了这话 却皮笑肉不笑 哈哈哈哈 频道怎会如此想呢 好了 其他直言不要再说了 这一次 你我都是奉命而来 也不得不来 我刚才远远听道友说 似乎殷罗宗的人 已经进去了 进去哪些人 莫非是钱老摩跑来了 否则道友 怎会放他们进去 这文士一皱眉头问道 我到这儿的时候 钱老摩和几位散修 进入了封印 后来殷罗宗 和一些天兰草原的人 也进去了 其中一位 还是天兰草原的大仙师 我当时还不知道 此封印如此重大 就没有坚决地阻拦他们 玄清子也是神色凝重起来 不过 不知是不是疏忽了 他丝毫未提及 华仙宗二女的事情 哼 想不到叶家 竟会用声东击西的手段 明面上用一件 通天灵宝的纺制品 将我们两宗注意力吸引过去 暗地里 想到这里取着真正的通天灵宝 若是不是 我们许久以前就在叶家 埋下了内应 恐怕到现在 还蒙在鼓里呢 可惜的是 叶家这次行事够严密啊 那名内应 虽然早就知道此消息 却一直无法提前送出来 也只能将他们的法阵破坏掉一些 才趁乱逃出来 否则若早得到这消息 根本不会给他们 破除封印的机会 通天灵宝固然珍惜异常 但若将那位古魔圣祖的化身放出来 那才是得不偿失的事 钱老魔进去如此长的时间了 可能已经找到了封印之地了 那钱老魔并不是蠢人 不会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 倒是我对那些天兰草原的修士 可不太放心呢 他们可不是大进修士 没有如此多的顾虑 嗯 我听说贵宗和天兰圣殿有些联系 没想到道友对他们 还借心如此之重啊 啊 什么联系啊 只不过是一些利益上的交换而已 上古修士的封印 那是如此容易打开的 只要那些人还未解开古魔尽致 凭你我两家联手 想来也能制止他们的妄动 若是已经把那古魔分身放出来 那魔物被镇压如此多年 想来已经元气打伤了 你我联手 外加我带来的五支禁魔环 也足以将它再次制服 禁魔环 就是从灵界流传下来的 专门禁制妖魔的那种上古法技吗 不错 这正是古魔入侵时 灵界修士带来的 专门对付高阶古魔的宝物 就算是为封印的古魔圣祖的分身 五支禁魔环加身的话 也只能乖乖地束手就擒而已 那就好 原本我还担心此行凶险 没想到奇妙道友准备如此周全 这种上古宝物都能找得到啊 在下哪有这种奇宝啊 这五支禁魔环是我们宗内的那位 连同命令一起送来的 倒是你们太一门的那位 没给你送什么宝物应敌吗 贫道动身比较匆忙 来不及准备什么宝物 不过这次出门的时候 在下将天鹅神剑随身携带了 想来也可以助到有一笔之力的 天鹅神剑 此宝对付妖魔是最合适不过了 不过贫道还有些不明白 我接到门内那位口信 说不到万不得已 不要伤了古魔性命 最好将其重新封印起来 这是何意呢 将其灭了 不正好永绝后患吗 谁知道呢 我接到的命令同样有这种意思 不过想想 当年古修也没有将此魔灭杀 看来其中是有什么特殊原因的 我们按照上面所说的去做吧 倒有所说即是 我们的确不宜多事 省得再惹出什么事端来 啊 奇妙兄是否将明归飞车带来了 我们抓紧时间进去吧 玄情子若有所思点点头 随后目光朝着裂缝入口处扫了一眼 那文士听老道士说了这话 黑黑一笑 袖袍一抖 一团乌光包裹着一个扁圆形的东西 飞射而出 此物在两人身前一个盘旋之后 迎风变大起来 转眼间化为数丈大小的一只灵车 仿佛一件巨大的乌龟壳一般 玄情子见此 微然一笑 随即 文士和那玄情子 分别叮嘱了一起来的修士几句 两个人就身形一晃 钻入了车里 那灵车化作一道长虹 直接飞入到裂缝之中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桑子演播的 凡人修心传 喜马拉 甄嬛山 是大进四大灵脉之一啊 而号称正道第一宗门的太一门呢 就位于此山脉中 而太一门称道第一宗 势力之大 除了天魔宗和万妖谷 可以勉强与其并驾齐驱之外 在整个大进 是无人能出其诱者 故而 十万里之广的甄嬛山脉之中 数以百计的 大大小小的灵山呢 都是在太一门修士的掌控之下 而冰破谷 是此山脉一处不起眼的小山谷 此谷和山脉中 其他四季如春的灵山灵地 大不一样 非但灵气匮乏 而且阴风阵阵 冰寒刺骨 整座山谷都常年的 晶莹剔透 被一层厚厚的冰雪覆盖着 但就是这么一处寻常修士 都不愿意多看上一眼的 恶劣之地 却是太一门 罕有人知的 禁地之一 寻常的弟子不要说 过此山谷了 就是听 也没几个人听说此处的 而如此神秘的地方呢 除了谷口处有一个幻境遮蔽之外 外面丝毫禁止都没有 更没有任何太一门修士 助手谷外 但实际上 此谷数年前 无人敢踏足其内了 就是偶尔有位高权重的长老到此处 也只是在谷外 宫生说话 绝不敢入谷中一步的 但是这一日啊 就在南疆的七庙真人 和玄清子进入封印裂缝中的同时 一名满面病容的灰袍老者 鬼魅般地出现在谷口处 他看了看谷口处的封印幻阵 目光中闪过一丝积风 轻壳两声化作一道绿光射入谷中 是谷口的幻阵如同无雾一般 片刻的功夫 绿光就在山谷的尽头光滑一脸 老者现出了身形 冷冷地望着眼前一块巨大的兵壁 他忽然面色一沉 冷冷地说道 百老鬼 明知忽某到此处 何必躲在棺材中不出来见客呢 这老者的声音不大 但是片刻之后 整个兵谷中都轰隆隆地 响起了此话语声 并且一声接着一声 如同打雷般的反复不停 面前的兵壁被震得颤抖不已 似乎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 而挥袍老者 对此视若无误 眯着双眼 站在兵壁前是一动不动 不知道过了多久 一声悠悠的男子叹息 从兵壁深处传出 胡道友 你不在摩托山修身养性 到我这冰魂谷坐身的 我可不记得 有邀请呼凶到此啊 你以为我愿意来你这儿吗 还不是因为昆吴山的事 挥袍老者鼻中哼了一声 似乎同样的不快 昆吴山 此事不是已交给 你我门下弟子了吗 又何必再多事呢 哼 真是如此简单就好了 我又怎会从摩托山跑过来 你还不知道 乡老鬼好像在昆吴山中 出事了 向老鬼 不会搞错吧 他可是我们几个老不死中 神童最大的一位 怎么可能会出事呢 我也不太相信呢 但这可是疯老怪 飞剑传书亲自告知于我 你也很清楚 疯老怪和向老鬼一向交好 故而互相都有对方的元神珠 这一次昆吴山县市 恰好向老鬼就在附近 就去看了一下 结果进去没多久 他的元神珠就淡了下来 若不是身负重伤 就是被困入什么禁止之中了 无论哪一种情况 像老鬼都不会太好过的 偏偏疯老怪自己 现在也遇到了大麻烦 无法及时赶来相救 就传书希望我二人跑一趟看看 并说事成之后 愿赠送我两枚血气丹 以做补偿 血气丹 这一次疯老怪出手还真大方 有了此丹 你我寿远又可以延长数十年啊 不过封老怪怎么知道 像老鬼进入昆吴山了呢 兵壁中男子谨慎地问道 这老鬼一向老奸句话 做什么事情都要给自己留好后路 才肯冒险 他在进入封印前 就事先用飞剑传输 给封老怪留言了 现在看起来 他这一手倒是没有做错 最起码现在会有人前去救他 怎么样 白道友有没有兴趣前去看看 血气丹要是我们自己炼制 可不知要花费多少功夫啊 兵壁中的男子沉默了起来 并没有马上回答什么 不知过了多久啊 才淡然地说道 算了 要去你去吧 白某就不掺和此事了 怎么 连血气丹都无法打动你吗 我很想要血气丹 但是更怕此次前去 反而得不偿失啊 你这话什么意思 就算那魔物真的脱困而出 你我联手难道还会怕他不成 怕倒不一定怕 就算他当年再厉害 经过如此多年的镇压 再加上天地元气巨变 如今的神通也不会比我们高太多的 打向当初上古大战时 若是够强横的话 再甘愿冒些奇险 在人界施展出炼气气的神通 也不是不可能的 那你为何不去呢 若是我三年前没有服下一枚火精枣 说不定就陪你走这一趟了 但如今我正在利用此灵物 强行突破功法瓶颈 虽然希望不大 也不想因小失大 灰袍老者脸色大变 火精枣 你竟然得到此灵物 难道你是直接升伏的 当然 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利用枣中的火灵力嘛 你竟真的如此做了 难道不是火精枣不炼制成丹药的话 其火灵力的霸道 足可以把你体内的法力强行点燃的 这其中的危险 当年我们聚会的时候不是探讨过吗 不用呼凶你说 我也知道其中凶险 但是不驳一下 难道我真要在这兵壁中 终老此生不成吗 或者学乡老鬼和疯老怪 明明一身莫大神通 却为了不让晶元随之施法流逝 不得不扮成小丑一样混迹在第一届修士中 整日生怕动用法力过度 让自己一命呜呼了 白兄说的有些偏激了 他二人如此做 也是为了想找到当年灵界修士下界时的逆灵通道 看看能否进阶化神后期 就可以直接借助此通道飞升灵界了 毕竟按理说上界修士能够压制法力 强行降临到我们人界来 我们人界修士也可以借此通道 用秘术暂时提升法力进入到灵界当中去的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